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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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在几天之前跟你说这个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我也跟你说后面股票会玩大的 对 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 那我相信所有听到的朋友都知道 我跟你说在那里 准备要喷出的股票会玩非常大端 那因为那里不是你买的 也不是一般的散户敢去买的 那但是在那里呢 要起涨的股票那都是完整的 而且后面的空间都会非常的大 好 所以这是在几天之前 指数还在低档的时候跟大家说的 那你有没有想 其实如果你就照着我当时的讲法去做 那或者你跟我做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你这几天完全不用去管指数的上上下下 那反正它慢慢就会往上走 对 它确实是渐渐跌高 那你不用去管这些 但是你可以就直接就锁定 锁定要喷出的股票 而且才几天的时间而已 你赚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对 我讲的没有错 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所以你真的有很容易可以赚钱的方法 你跟上就好了 对 其实你一开始就直接跟上就好了 现在也是这样 如果你问我现在你要怎么断大钱 我还是跟你讲那一句 那你就跟上就好了 你可以把所有事都变得很简单 你不只变得很简单 而且你还可以赚得更多 而且还赚快 好 所以我们来看 那我当时指数那天跌最多的时候跟你说的 你就把后面要飙涨的股票 你跟我一起锁定就好了 这样就全部搞定 真的这样就全部搞定了 我们来看杨明光 那这是上礼拜二的时候 那时候40块付近 对 40块付近没错嘛 40块付近 那你如果你就直接跟我把要标的股票锁定起来 你是不是直接搞定 那我就跟你说很多事情都有原因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我就是可以带你赚大钱 所以你如果当时听到我跟你说的 那当时你其实完全不要去管指数 你就把它锁定起来 你一定会赚大钱 那么事实上也证明 所有你跟我一起做的朋友都可以赚大钱 好 我们往下看 那么往上拉之后呢 来掌停坐收 那么那个时候早上是在45进 对 45进 然后掌停满到42块 然后继续往上 好 那么你再往下看 就到45块多 那45块多创新高 然后开始一路上 好 那么指数在这里都还没有大涨 指数没有分出 那但是继续创新高 50块创新高 涨停创新高 对 50块钱 50块再往上 55块钱 还是涨停 对不对 继续创新高 55块还不止 60块半 第四根涨停 对吧 还是涨停 而且机架到底 跳空涨停 那么今天杨明光 也是创新高 是不是今天继续涨 66块半 66块半 对不对 没有错嘛 66块半 五根涨停 那当时40块付近的时候 到现在66块半 才多久而已啊 不过就是上个礼拜的今天 上个礼拜今天买的 上个礼拜的今天 在40块附近的时候 是不是你所有跟我一起的人 或者你听到我跟你讲的 你知道我跟你讲的方法去做的人 你就会发现呢 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可以算这么多 那么40块附近的股票 开始一路往上走 到42块钱 到50块钱 55块钱 60块钱 60块继续往上接 66块半创新高 那你看差多少 40块到66块半 这样已经26块 26块钱 对40块钱的股票来说 那就是六成多 那只有一个礼拜而已 上礼拜的今天到现在 就上礼拜的今天到现在而已 就这么短的时间 就这么短的时间而已 那么你再去回想 我当时跟你说的 我说你其实根本不用管指数在那边 我告诉你 基建跌破不跌破 都一样是买点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买点 当时我都跟你讲过 所以你其实唯一要做的事情 你只要跟我一起 把标股锁定起来 你跟我一起买 就可以全部搞定 你只要锁定这一件事就好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赚个股的钱 你不是赚指数 你不是今天在指数上面 赚50点赚100点 你就可以大赚就会发财的 你不是这样子吗 你要赚大钱一定是在个股上 那个股当时就已经跟你说 是不是这里要伸出去的股票 都是完大的股票 而且我都已经帮你锁定好了 所以你其实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上来 难道不是这样吗 跟上来就直接搞定 40块钱到今天 66.5元再创新高 对不对 已经六成多 26块板 上礼拜今天到现在 上礼拜今天到现在 那指数都还没有喷出去 指数是没有喷出去 指数就是慢慢越跌越高 它就是会越跌越高 那那个也不是你关心的重点 因为你关心的重点 是怎么样把你的100万变200万 200万变400万 这才是你的重点 你重点一定是这样子的 是没有要赚大钱 赶快把你的100变200 把你200变400 把你的钱赶快倍数翻上去 赶快越赚越多 因为你本来就可以很轻松的 这样赚钱 都帮你准备好了 所以直接跟上来就是 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对你最好的方式不是吗 而且我们全部公开讲 全部公开操作 所以所有看节目的人 其实你都可以打赚 那个没错嘛 涨停板你也看到了 每一根涨停你都看到了 每一根涨停都是 全市场公开印证 都是公开印证 所以我说你100万 可以很轻松的 让它往上面 让它倍数翻 你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已经六十几个百分点 才一个礼拜而已 真的才一个礼拜而已 而且还涨停 对不对 还是涨停所住 那你不要问我 当时里面详细的东西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 但是我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就是会不要 它就是会涨 就是会脑上喷 它就是会喷出 就是可以让你赚大钱 你跟我就是可以赚大钱 你就可以这样赚 所以我们恭喜所有的朋友 你看你赚钱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轻松 你其实不用花什么力气 你还不用做很多事 你要做的事 不过就是打一通电话跟上来 跟上来之后 你该买的时候买 你该加码售加码 你该压售压 你要做的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其实什么都不用 你不用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你可以赚很多 因为我都帮你准备好最好的东西 而且我们的就最强 那事实也就是这样子 事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涨停也不是我随便画的 它就是涨停 它就是涨停板 确实是涨停 而且是连续五根涨停 大家都看到了 每一天都是你看到的 又不是我随便画 那么今天第五根涨停板 再创新高 对没有错 涨停锁度没错 涨停关门没有错 续创新高也没有错 从40出头到现在的66块半 涨停板创新高 全部都没有错 全部都是每一天 全市场大家都一起看到的 都是你公开验证的 只是一开始之后 我就告诉你 40出头之后就跟你说 你可以很轻松的赚大钱 所以其实真的聪明的人 他会用简单的方式赚钱 最有利的方式赚钱 那你问我那个方式是什么 其实你就跟上就好了 那真的讲起来 我讲很白就是这样啊 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嘛 你跟上来的人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赚大钱 而且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记得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想赚多少你都可以直接搞定 对不对一路创新高 所以真的要恭喜大家 那我想你还没有跟上朋友 也一定要持续锁定 因为我带你赚大钱 或者是带你赚标股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所以其实你很多很多 可以赚钱的机会 你真的非常多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 在讲到今天重点的时候 待会再跟你说 那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很棒的东西 那那些东西对于你还没有开始的人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好 那不过我们看今年因为题材是非常多 那么重点就是转折点 那或者是说转强点 所以那个很重要 那么这是相当强的 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是应用材料 那应用材料非常非常好 那么股价也很强 那么这里面应用材料相关的东西里面 唯一就近供应大陆的就这一个 那所以会是里面最标的 那因为应材相关的供应商里面 几乎没有人可以就近供应 唯一可以就近供应的 就是最大的收回者 因为它单拿还可以最多 它可以出的最大 那么同时那么两岸三地在扩 这个已经是在进行之中 还在持续发生之中 而且会越来越强的 所以这是鸿海集团今年最重要的标顾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你去锁定好 你就会知道 你去怎么样去 让你自己可以马上赚钱 所以我常讲 有时候一些逻辑是 在市场久的人 或者是说强的人会知道 会知道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股票会飙 什么样的股票会涨 就好像我跟你在谈涨价的时候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好玩 那么因为很多人在谈涨价的时候 可能不是讲得很清楚 那或者他不知道里面的逻辑 那如果你很确定知道里面的逻辑 其实你就会知道 什么股票可以让你赚很多 哪些股票就是会分出去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谈谈涨价题材好了 我们来谈谈涨价 其实涨价题材是最强最好赚的 最强最好赚的 那你问问为什么 因为涨价的时候 获利都是多出来的 涨价上去的时候 获利几乎都是多出来的 所以那个力道会很强 那么往上涨的时候 一段涨上去的时候 涨价以后再涨价 涨价以后再涨价 多出来的获利是重叠 一直跳上去的 那个获利增加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那种获利出来的时候 整个毛利拉起来会很惊人 所以它是很好赚 所以在涨价的题材里面 尤其一开始刚开始 正要开始涨价的时候 那时候最好 因为那时候你后面会有很大的空间 它获利上来会很快 那么涨价又跟供需有关 那讲到供需 我们就谈产业 比方我在跟你说 你一起来赚标股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我跟你说已经开始了 那我说低价有量又是涨价的题材 所以这是PCB的上游 波线部这边 那所以我们就讲讲这个供需 因为供需会决定 它后面涨价的速度 涨价的幅度 所以呢 涨价题材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窍门 那你懂得你就知道 有的股票会飙翻天 有的它会飙翻天哦 比方我们说这一块好了 那在这一块里面 现在供不应求嘛 这个很重要啊 那因为需求上来很多嘛 但是供给没有嘛 那这几年几乎都没有新产能啊 几乎没有新产能出来 结果需求上来的时候 就开始供给吃紧 开始供不应求 那供不应求的结果 它其实就开始涨价 涨价以后涨更凶 那这里面又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供给嘛 那供给因为这几年 都没有新产能出来 那么现在就算要用新产 那也要18到24个月 所以其实根本缓不继继 根本缓不继继 也就是说供给根本没有办法 短期内供出来 18到24个月 建厂才完成 所以现在需求正强的时候 供给又严重不够 那么它就几乎长定了 它几乎就会长得非常强 因为供需就已经决定了 那获利来看的话 获利又非常强 所以以它第一季的获利 就已经接近四毛钱的话 你要知道第一季 还只是小涨价的时候 那个时候单季的获利 就已经接近四毛钱了 那么现在价钱才刚开始 还要再开始起涨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到 后面获利起来的速度 会非常惊人 那会非常惊人 因为第一季 价钱小涨的时候 就已经快四毛了 单季的获利就已经0.39 那么现在第三季 刚开始要涨价 那么现在再上去的时候 又遇到产业旺季 还要再上去的时候 它获利上来的幅度会更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股价当时只有在八块左右的时候 绝对会喷出 那一定就是要喷出的 这一定会喷出 所以我就跟你说 已经开始了 那我跟你讲已经开始 所以你只要有跟上来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买 而且还盘下 最还在盘下 你有跟上来都可以直接买 都可以直接赚 然后有料有价 对有料有价 那么将近一万张的成交量 所以你其实都可以很轻松的直接赚钱 好 那么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讲了 所以礼拜五第一根涨停 礼拜一跳空涨停 好 有没有跳空涨停 没有错嘛 礼拜一跳空涨停 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那么今天继续涨 先第三根涨停 三天三根 三天三根涨停 有没有很简单 有没有很容易赚钱 你自己说 你说三天三根涨停 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赚钱 就我看是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第一天的时候 还盘下你可以买 你还可以买在盘下 那我刚讲那个涨价的观念 其实懂得你就知道 如果第一季就已经赚0.39元 第一季的报价还只有小涨而已 第三季要开始大涨价 那么单季的获利在第一季 只有小涨价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么现在第三季要开始大涨价的话 那我请问你 他要赚多少钱 他股价才多少钱 那个时候才多少 那个时候才7块钱多 8块钱而已 现在才多少 现在才10块钱 现在才10块钱 所以他当然会飙 当然会一路涨 所以其实懂的人就会赚钱 懂的人很自然 他就是飙股一档接一档 就很正常 所以你问我说 为什么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飙股一档接一档 为什么这么强 其实我就说 就是会这么强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会这么强 因为他就是会喷出 对就是会喷出 那换句话说 就是你跟我做 你可以很直接赚钱 所以就庆祝 是不是所有跟上来的朋友 是不是 除了不只是阳明光之外 还有包括德宏连续 三根涨停 三天三根涨停 所以所有的朋友 你都买得到 你也都赚得到 所以很多可以赚钱的 不是吗 很多可以赚吗 那我们讲到的是 PCB上游 波线部 波线沙这一块 那波线部 交线沙这一块 其实国外都已经大涨了 国外真的都已经 报价都已经开始大涨了 都已经开始了 那在以前 它就是一个 一个起头 每一次从 那个国外的大厂 开始涨价之后 就开始一路涨 所以现在还刚开始而已 那还很好玩 所以你还有很多 可以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说还没有 跟上朋友 就一定要跟上来 因为对懂的人来说 你就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 一个题材也很多可以赚的 就好像我跟你说 这个要开始涨价 报纸都还没有写出来 那时候报纸都还没有出来 没有人在讲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它会涨价 而且我也告诉你 还不只是这个 其实一个产业里面 一个题材里面 你有很多可以赚的 那这也是我前两天 跟你讲的 一个题材里面 你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 我前两天也跟你说 涨价题材 一样产业你还有 其实你也还有 所以你说赚钱很难吗 你觉得赚钱很困难吗 我这不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就跟你讲了吗 不是跟你说 除了得宏之外 也还有吗 是不是讲在前面了 所以赚钱其实说起来 它很容易 所以你只要跟上来 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所以我是把话讲得很白 所以就直接这样讲 因为事实是这样子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我就会希望你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你看到的 不管是杨明光的五根掌题 德宏的三根掌题 我现在全部都公开操作 全部都公开操作 所以我帮你准备 都是很棒的东西了 所以你第一时间要跟好 因为你不用想太多 你在第一时间只要跟上来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直接搞定 尤其是标普 你一定要跟上 好 那么我等一下就要回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 那么新的故事 常常是我开始跟你分享的时候开始 所以等一下 我们有新东西要讲咯 就细下带回来 Trivago帮您又快 又简单地找到理想饭店 让您轻松审核包 上Trivago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选择入住 退房日期 然后按下搜寻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轻松简单地 利用各种筛选条件 来找到符合你需求的理想饭店 记得哦 Trivago显示的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早饭店 Trivago 有新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用一级数率串联网络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 2017有新电视全面数位化 让我们一起实现 数位台湾智慧家庭 Trivago 即时搜寻数百个APP及网站 显示给你的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就这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早饭店 Trivago 卡住 卡住 爱武栏 Mufri 一节 加强型迷你定 给你多20% 灵活舒畅 一天小定 好吞燕 卡住 溜亮 电风 得吧吧走 Mufri 一节 非凡商业台永远是您的最佳战友 欢迎回到现场 你回头想想是不是真的跟上就好了 所以这句话为什么常讲 是因为它真的就是这样 你仔细想想最近这个礼拜的时间 你看你有跟上跟没升上会差多少 所以有时候就是直接跟上来 最后结果你就会看到 那非常非常令人开心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你看节目的人 大家可以一起赚钱 如果你跟上来的话 其实你该压就会压 该买就会买 你甚至一次就可以直接把它赚保 所以直接跟上其实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看今天已经第五根涨停了 对 第五根涨停没错 今天已经第五根涨停了 而且是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而已 所以我说你就直接跟上来 你就可以赚得很快 那么因为我们东西都是事前就先讲 而且都非常非常强 所以你跟上来 你其实赚得还不止这些而已 你还包括这是罗生在当时的时候 这里就告诉你 跟你说开始准备要往上面分出 所以你这里买到在高点的时候 创新高获利出掉 所以你这一段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里面之后还不只是这样而已 因为当天出了之后再到另外一档新股票继续赚钱 所以其实你的获利还可以再累积上去 那你一边把罗生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一边得宏非常非常漂亮的大好买点 你当天就可以直接现赚 赚了还可以继续赚 所以两天你可以两根涨停 三天可以三根 好 今天一样第三根涨停 一样第三根涨停啊 那书盘涨停锁住 这一样创新高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讲的结论是没有错的啊 你跟上就可以了啊 那虽然听起来是好像很普通哦 但是这句话确实是用来形容你现在状况 我觉得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你没有发现我跟你讲的都 其实都很领先吗 那我在带你买德宏的时候 也还没有人在讲这一块要涨价嘛 那么现在稍微有一些媒体开始在写了 那以后就会更多 所以你发现我跟你讲德宏的时候 讲有明光的时候 其实你都知道全市长都没人讲 所以我说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那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 其实你都应该是可以这样赚钱的 因为我跟你讲都是公开讲嘛 所以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赚到嘛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人没有跟上来 或者三星两亿 就是因为有时候会想太多 好 那么我会一直强调说 你如果看着指数想太多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盘面上很多股票嘛 有没有1600兰股票 那其实股票起涨 它不会等到盘要冲出去之后 大家一起涨 它真的不会这样 不会所有的股票大家都讲好 等到盘要开始涨的时候 大家一起涨 它真的不会这样子 它不见得会这样子 那个股它该涨的时候就会涨 它不会等大盘 它真的不会等大盘 它哪里会等到大盘说你全部都已经好了冲出去了 全部都已经OK 大家都认为好之后再涨 它不可能这样子 它要涨之后就是要涨了 它时间到了该起涨的时候 它要涨的时候它不会等大盘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你想太多没有用嘛 你应该就是个股嘛 你应该就是标股啊 标股要起涨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握 你就直接把握 好那我们来看看比方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这个 那比方有一档获利大爆发的新标股 那么获利已经要大爆发了 那么你觉得它要等大盘吗 它要等到大盘去创新高质再涨吗 它一定不会这样子吧 它现在就会涨吧 因为它的获利就像当时的性丰富 像当时的日池一样 像当时还没有起涨的性丰富跟日池一样 所以它铁定不会等大盘 它一定会先涨 那么讲到这个其实 就是当时获利大爆发的故事 那这个在当时都公开跟大家说 而且所有跟上来全部赚翻 因为我跟你讲日池的时候在这里 在这里就跟你说 那那个时候全市场还不知道 它的获利会非常惊人 那我跟你说获利大爆发 股价很低 然后还没有正式起涨 所以你不要现在指数上面的一点点东西 里面看个不停 你就直接来把握它 你绝对会这样翻 好 这是当时日池 那东西都还没有出来 我跟你说数字大好 结果一路喷出 那我带你买也在这里 结果一路大转 那这一段就54% 没有多久 那么清风不一样吗 大家都知道啊 我跟你讲说是哪里 什么时候带你买 我带你买在这里 我跟你说获利大好 我跟你说获利会大好 就果然如此 那你看到的时候结果就这样上去 这是一大段 那这里10块钱 这里23.8 那结果是138%都可以放口袋 我这里跟你讲 我这里带你进场 我告诉你获利大好 获利大爆发的股票 所以他根本不会等大盘嘛 他该喷出说他就是会喷出 10块钱到23.8 138%全部放口袋 全部获利入袋 那日池也一样啊 获利大好 21块半 33块2 好 所以嘛 他会等大盘吗 他不会等大盘的啦 不可能等大盘 他要喷出就要喷出了 因为他获利大好 那获利大好 就像当时一样 就像当时在起涨之前的性丰富 和当时起涨的日池一样啊 那又市场不知道的啊 那现在市场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在市场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跟我们一起全力把它买好 那你不要等市场都知道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抢 你一定要在市场不知道的时候 就跟我们全力一起来买好 因为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 他的数字和故事都非常精彩 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大涨 不管是数字还是故事 任何一个都可以让他大涨 那两个市场都知道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你就是跟258标股一起进场 那就直接进场了 所以跟258标股一起进场 新的获利大爆发的新标股 就像当时起涨前的信封富 跟日池一样 那么这些市场都还不知道 所以呢 跟我们一起进场的258标股班 跟258标股班一起进场 务必要把握全力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